笼子打开后母熊似乎有点紧张 若不是耳朵稍微动了一下 还以为画面定格了 母熊仔细的观察环境 终于鼓起了勇气 往前跨了一步 接下来他就缓不得离开笼子 回到他的家园 不一会儿他的身影就隐没在森林的那头了 这画面看在团队眼中真的好感动 因为母熊能够再次顺利走动 实在不容易 毕竟今年四月 他被发现时是不小心掉入了陷阱 造成前肢严重的受伤 累经了截肢 还有青创手术 以及三个多月的照护复原 又能够充满活力 爬上爬下活蹦乱跳 而经过了专业评估之后 终于可以野放 救援后送 还有照养 一直到野放 这整个过程 我想是非常的顺利 能够如此顺利 真的要感谢各个团队的帮忙 从平科大保育类野生动物收容中心 黑熊暴育协会 一路到帮忙护送的空勤总队等单位 而大家最希望的就是 母熊能够跑得越远越好 不要再掉入人类的陷阱 可以继续在山林间快乐生活 好好孕育下一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